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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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栏目 然后呢 可以打包非当期的衣物啊 床品啊 多余的储具餐具以及日用品等等 那这些东西呢 基本可以在你确定搬家后呢就可以开始打包了 那记得在包装箱或者是袋子外面标记一下 这样找东西的时候也可以方便快速的找到 9 交房日呢 我会帮你仔细检查房屋的状况 记录好水电器表的读数 并且呢 重新开户 详细介绍家里各个家电设备的使用方式和维护保养的小知识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这波交房搬家的攻略请务必收好 祝大家搬家愉快 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和建议 或者是想更详细的了解温尼波的房源 或者有感兴趣的物业 都欢迎随时打电话给我 204 899 8777 也可以为您的通过留言 我会第一时间为您安排看房 谢谢您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